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连港 光丝运菩萨 罗金鸿 台长 台长 我想看一下我自己的 几几年属什么 95年属猪 你现在这个猪的图腾啊 头上被套了个笼子 所以你现在应该有忧郁症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笼子套得你记性非常不好 记不住 而且怕见人 你现在会念经吗 会 有念经 大悲众每天念几遍啊 21遍 他必须要念小房子 否则的话他很麻烦 明白吗 明白 你自己好好念小房子 叫妈妈变上师妈妈吧 不是 是同修 同修是吧 教教大家都帮他念呢 他自己会念小房子 你们也最好帮帮他念念 他蛮可怜的 他身上一个灵性在他身上很多年了 你自己感觉吧 你自己感觉吧 有没有人经常自己跟你讲话 好一点 过去有人跟你讲话吧 过去没有 没有啊 自言自语有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自己没有 这个人整天趴在他的脖子上 这个是 脖子不舒服 你好好念 你还会好的 他左边这边脖子不舒服 然后有时候就开始发抖 抽筋 然后就摆墨 看见了不啦 大家看见不啦 就是他趴在你的脖子上 所以从你脖子开始的 明白了吗 他抽筋啊 他抽筋很厉害 每抽筋一次 他就会 就是寿命啊 会减掉 好几天 不是太好了 看看他什么缘分啊 什么缘故 为什么会抽筋 为什么这个灵性呢 麻烦 过去打过烈 上辈子打烈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念往生咒了 而且小房子要好好念 至少还要念八百张 好吧 不要着急每天念 否则他的智商长不大 智商啊 他的智商啊 就是思考啊 IQ EQ都不好啊 明白了吗 他现在挺内向的 挺自闭的 就是自闭 很内向的 他那个念小房子已经念了五百多张了 不够 他要念 人家没走 那他念的小房子的质量行不行呢 七十 百分之七十质量 他说他 还算好 他在家里经常会听到声音 是不是跟他家里有关系 我就跟你讲了 刚刚前面就跟你们讲了 身上有东西啊 明白了吗 还有他妈妈也打开过好多 是不是也有关系 六个 他妈妈自己说有七个 念到现在念掉一个啊 我现在看六个嘛 一二三四五六 一个是 嗯 现在还有六个 明白吗 他妈妈打了多了 忘记了 六个七个差不多 再来一个不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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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我是他妈 我不是说我是他妈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肌肉萎缩啊 我运动很少 肌肉萎缩 大脑萎缩 都是问题啊 他 叫他好好的每天要泡脚了 喝大脑萎缩 念心经 四十九遍 李佛念五遍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啊 你在得这个病之前 有一个很大的结 差点死掉 自己知道不知道啊 不知道 有没有出过事情啊 五年前 有没有差一点 有没有差一点点死掉啊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了 你要是不好好的 赶快把这个灵性去掉 你还会有节 有节目就走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努力啊 我跟你们讲了 这个世界上 欠债还债 欠钱还钱 欠命还命 上辈子的业 这辈子全部要还的 逃都逃不掉的 小弟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而且还要讲一件事情 给你听听 你基本上 以后不能结婚了 你就是结了婚的话 你生理上有缺陷了 你现在就有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好好念经啊 不要再看不好的东西 明白了吗 明白 身体不好 还要看不好的东西 真的是 我刚刚呢 我到此大会 九五中 我大灵感光 是因为我少 我刚刚 我准备我谈着 你好好的念经啊 师父刚刚 已经帮你加持过了 否则你那个左脚啊 以后会偏瘫的 站不直的 左脚 我刚刚给你加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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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